你好 欢迎收看4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内政部长徐国勇20号到花莲视察 并且前往了泰管处 陷阱局 还有移民署北区花莲服务站的地方 除了进行了解所属单位防疫工作 也未免同仁辛劳 而对于520即将进行内阁改组部分 徐国勇只是不愿表达任何意见 内政部长徐国勇20号来到花莲 利用一天时间前往了泰管处 陷阱局 还有移民署北区花莲服务站等地点来进行视察 徐国勇表示泰鲁阁风景区委外经营部分 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将会协助业者降低损失 泰鲁阁国家公园看看整个防疫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些是有委外的这一些 那它的租金我们必须要给它纾困要减少 那看看游客的状况 跟我们保期跟那边配合的状况 另外那边还有工程 我们的新月吊桥的工程 已经在收尾的阶段 很快就会开放 给民众来这个忧闻 另外徐国勇他也听取了陷阱局相关的防疫工作简报 并且慰绕远景辛苦 当然就是来警察局 来看看我们配合防疫的工作 还有我们警察本身是一个群聚的生活 那在防疫方面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也要配合做防疫的相关工作 另外在防疫里面我们提到 譬如说酒店啊 舞厅啊 这一些 有男女陪视我们是以实质认定 也要了解一下花蓮县 我们警察局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处理的状况 而三月底才发生史上首件 内政部法办警政署长陈嘉青 日前就有平面媒体报导指出 520将进行内阁改组 内政部长徐国勇及警政署长陈嘉青将获得留任 所以当下媒体询问部长徐国勇是否已经接到通知 徐国勇则是不愿表达任何意见 记者刘明胜 花蓮市报道